以你的耳朵为主啦,你那么聪明 你那么聪明 好的,来到我们星期一的马克信箱时间了 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美丽 只要在我们的会员人数持续还在一千人以上 我们星期一就会再加开这个十分钟 星期一不能亡 好的,今天我们一开始呢 接到这封信来自于小黑炭的主人 他写这封信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转变的故事 Transform 性转变 我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平常工作呢,需要大量的使用英文沟通 可是每次讲英文的时候会无意间的出现中式用法 我think一下是怎样 我think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很自然啦 I go to a restaurant and eat something 这没错啊 对啊,我去餐厅吃些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用中文 毕竟我们的母语是中文 所以有中式英文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的顺序差不多啊 至少不是像日本的那个是相反的啊 哦,就是把动词放在最后面 对对对对 我听说啦,听我会讲泰文的朋友说 他说如果 等一下 你什么时候有认识会讲泰文的朋友我都不知道 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先解决这件事情来 广告配音时候遇到的客户 这样可以吧 客户是泰国人 他不是泰国人 他会讲泰文 他交换学生的时候 去了泰国住了一年 OK 他就跟我说泰国就很简单 比如说我说不要香菜 就是 Mai alpati 就是不要香菜 对对,我要吃饭就是 哦哦哦哦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样 过 但英文文法还是有些不一样啦 譬如说他有一天呢 想要跟外国人的业务聊天说 我会煮饭给我阿嬷吃 来 I can cook for my grandma 哎哟 结果他说成了 I cook my grandma 我把阿嬷煮来吃 就因为 我不知道孙子的英文怎么讲 Grandson啊 我没有用过这个字 哦 OK 因为呢就是有闹出过这些笑话 所以我觉得主管好像不放心 派我去参加有外国同事的会议 然后我又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我薪水又不高 付台北市的房租就已经负担很重了 每天到份的时间就是上班 加班上班下班 根本不可能抽时间 那个花钱去英文补习班上课阿 然后我有上网查很多英文课程的资讯 可是就 应该是也有看到一些我的资讯吧 哎哟 哎哟 我觉得没有办法就是 花钱这样刷下去 结果后来呢 就在马克星刚听到 马克说那个VoiceTube的 Hero英文课程 又有一位VoiceTube 哎你知道他们是不是接力下去 就每个都不用花钱 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一直挑战成功的话 我不知道你挑战过一次以后 还会不会挑战第二次 你可以用你Grandma的账号啊 对吼 我是不是讲出了一些 bug 但重点 我觉得你要得到0元挑战 重点是你要挑战成功才是0元 你挑战没有成功 你那个钱还是付掉啦 上网就搜寻了一下这个VoiceTube Hero的0元挑战 发现挑战成功可以全额免费 所以他就报名了 那其实因为这个0元挑战 你还是必须要先刷 你要先把那个学费付出去 是你之后挑战成功 钱会退回来给你 所以呢我为了拿回学费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 我从原本我都在玩手机 FanGame的消遣 变成学英文 然后呢在0元挑战这段时间 除了英文的语感跟口说 我真的有变好之外 最棒的是我养成了每天学英文的习惯 真的蛮难得的 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呢 从一个厌世的废物 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而且呢有一天我还意外的发现 我们主管竟然也有参加0元挑战 我觉得我很佩服他 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很忙了 没有想到他还持续的去精进英文 现在呢跟主管偶尔还会聊一些 hero课程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呢有一堂影片 有讲到手机游戏是如何赚钱的 所以我现在不只会玩FanGame 我还知道FanGame背后的商业模式 瞬间我自信爆棚了 连跟外国同事聊天 也可以讲一些比主阿嬷更有深度的话题 平时呢工作忙碌 有时候真的会失去方向跟热忱 我觉得花多一点心思 投资自己的感觉真的很好 总之呢这段期间我获得了很多 最重要是多了一份自信 然后呢也多了更多的 confidence 是名词名词 也 也有了更多的热情的工作态度 passion yes passion work attitude work attitude yes 祝大家职业目标都可以顺利要一起加油 好那这个voicetube 一样因为它有那个推荐码嘛 所以同样的你只要用 我的推荐码去学习的话呢 就可以答九折 那一样我把推荐码 我新年最适合断舍离了 嗯 最近行动作进入第二个月 是因为太空人所以要模仿武清风吗 诶你怎么这样 怎样 没有啊 哈哈 公司里有许多厉害的人 也有不太专业 带口才家 外语能力 好 哇 让我觉得非常新奇 我现在看到下一封明信片 我觉得天哪 这一集是怎样 这一集根本就是学英文的一集嘛 我觉得非常新奇 然后反正有蛮多新鲜事可以学习的 我会的 人家不会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 我可以蛮自在做自己 同时又偷师 同事还有主管们 OK 新公司的总部呢 在新加坡 所有会议都以英文为主 百分之百听懂 Singlish 这技能我已经练成了 其中呢 有几个很有趣的Singlish 念法想分享 totot 念成do t的发音很重 do 句为要加la l-a-h 最硬的口音是 印度人讲英文 百分之三十左右会听不懂 然后一句 我无法分享印度人 到底怎么弄 今天写了五封以上的信来 马克信箱 用了不同笔名 记录我的旅行心得 新年愿望 抱怨家人 转职 失业 加上这一封 我觉得今天的信箱 真的陪我度过好多低潮时光 由衷感谢这个温暖的存在 上述的信中内容呢 我几乎不曾跟身边的家人 还有朋友提过 但我在信箱里面 告诉全世界了 这感觉好奇妙 身边不乏同事点友的朋友 他们正在默默听我的匿名信 但他们不知道是你 对 不知情的状态下 共享了我的秘密 九月呢 我搬家到师大附近 走路就可以到飞碟哦 那不是走路就遇到我 有可能 国小就收听到现在25岁的我 我是宜兰人 但宜兰呢 不在清典的播送范围 所以第一次接触到清典 是过年的特别节目 一听成瘾 特别喜欢你们的冰果游戏 而后几年呢 每逢你们主持节目的特别节目 就算我出门拜年哦 我也开收音机在车上听 现在我们都没有特别节目了 真的 曾经扣令静交割了哥哥肉两点 获得了日本带回的扭蛋 答题完之后呢 爱丽跟我要联络方式之后就说 那你自己来电台拿哦 当时我只有国二 佳佑住在宜兰 我就放弃了这份奖品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电台在哪 对啊 另外想借这封信 我要向陈贤静告白 都是正大的典友 年轻的他唱出那么棒的歌 来颂赞青春点点点的伟大 你要晓得我 唯一会的就是写信塞报信箱了 谢谢 最近我爱的APP来做个结尾吧 第一我喜欢记账程式 华丽可爱的记账APP 让你记账更有成就感 第二个就是旋转拍卖 因为卖二手物不用手续费 我是一个断舌离人 这是我的好朋友 第三个是Shazam 听音变歌 在逛街的时候听到喜欢的歌 就用这个APP 马上搜 祝大家2020健康快乐 我希望蔡英文当选 哇你的那个 你的目标成真 这封明信片来自于Melbourne 少女 I 我是在国外打工度假的少女 I 在国外的生活 比我想象中更轻松更容易 哇 一开始因为希望英文能够进步而去上了四个月 今天这十分钟是怎样 他去上了四个月的语言学校 认识了许多不同国籍的朋友 但是如预料中的 从学校毕业以后开始打工 加上身边的朋友就陆续回到各自的国家 那我说英文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短 之前学的都忘了 但还是希望能够利用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好好的加强我的英文 想要请问马克有什么建议吗 啊建议就在今天的第一封信 请你现在就是把那个声音的bar拉到头 然后再看下方的嘛 对就是下方的资讯栏 好 by the way 我感觉我中文好像也退步了不少 最后就是祝我们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 谢谢你少女I 我这边还有一封明信片 是来自于最近被陆克塞爆 然后又失火的哈斯塔特 好可怕 今天是来欧洲的倒数第二天 停不下来 停不下奶 我这个好难念哦 我想要请你念一次 我是台北的什么义友笑哦 笑到停不下奶 你最后一个 这是不个眼睛加一个嘴巴 只是一个言文字而已啊 OK Bye I'm so sorry Bye